鄉親啊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我是鄭廟宏 展高修 電機博士 今天來這裡看我們鄉親 九和第一色 九和什麼第一色的 Headline 一生多在 說謊的女人蔡英文 我們從吳子佳所講的 陳時中在採過BNT疫苗的 遠端視訊會議的過程 每一季他要拿佣金15塊美金 談起 這個要分贓的人太多了 可能包括蔡英文 蘇貞昌 以及民進黨的朱立委 來來來來 聽好聽好 好 這聲音說 因為我曾跟我們鄉親說 中式新聞都有報出來了 黃偉漢 中式新聞在採問 中式新聞裡面黃偉漢 在採問吳子佳 裡面就透露出來了 陳時中在視訊會議裡面 向德國的BNT採過疫苗 在談的過程 每一季要15塊美金的回扣 公民秀 這個東西 來來來來 聽好我們講 我等一下會把這部影片 在Uplog給我們鄉親 這個 先回到那個現場 了解一下 我會再 然後我們再往下走 好 來聽好 下到來 一生多在 說謊的理人 蔡英文 我們從採過BNT疫苗 德國BNT疫苗每一季 要拿佣金15塊錢美金 談起 因為要分贓的人太多了 或是包括蔡英文 蘇貞昌 以及民進黨朱立委 來 電機博士 曾淼洪 蔡英文我就說了 蔡英文在採過 美國BNT疫苗的過程 四星會議 這個消息 我跟你說 可能是美國 可能是德國BNT疫苗 BNT那邊流出來的 至於這些的內幕細節 鄉親等的 把這個錄影大 再看 再review一下 重新喚起記憶 我們再來好好談 台灣買BNT疫苗 陳時中否認 綠圍找雅各城介入 導致破局 親綠名嘴吳子佳 皆皆內幕 痛批陳時中說謊 陳部長為什麼要說謊 總共失去會有八次 有BNT 有香港雅各城 有商人 也有官員 也有教授 雅各城是誰 雅各城是上海復興下面的 分代理 你為什麼不願意跟總代理談 偏偏挑分代理談 12月初 香港雅各城 台灣雅各城 台灣信東 台灣CDC 德國BNT 視訊會議三方合作協議 公費要買500萬劑 然後自費買500萬劑 價格每劑45美元 吳子佳還爆料 從香港雅各城的文件當中 清楚看到和疾管處石小姐聯絡 甚至衛福部說的和信東科總 以及吳委員的反應十分吻合 吳子佳炮轟 陳時中百般隱瞞 是因為要保護特殊人物 然後呢 他裡面講到的 有跟要跟信東的科總 還有一位吳委員 吳委員 我不知道是誰了 可能是家長委員 我搞不太清楚了 對不對 那可是立法委員 可以去調查一下 這怎麼回事 我想是不是保護這兩位 主要是目的在這裡 當然跟我們談判 也沒說保護誰 或不保護誰的一個問題 BNT保護力高達95% 但陳時中之前說 因為冷鏈設備不足 從沒想過買千萬劑 但BNT和CDC的合約書大曝光 BNT提到原本首批 要提供台灣200萬劑疫苗 之後每劑700萬劑 總共3000萬劑 而且首批金額每劑 32美元 之後每劑28美元 吳子嘉炮轟陳時中 一再說謊 是因為這種幕後因素 不是意識形態 不是台獨 不是抗中嘛 45塊跟30塊 對 怎麼價差會那麼多 這就是搞錢啊 上海復興一看 哎呦你怎麼找 你怎麼偷偷摸摸 找我的小代理去談 他當然出來制止你這個事情 最後買不到BNT 陳時中還甩鍋給大陸 說是政治因素 哀轟太離譜 現在莫名其妙 這個事情跟中國大陸政府 一點關係都沒有 搞那麼大 結果是謊話 是說謊 捏造事實 踹中國大陸一腳 這個做假新聞嘛 買疫苗破局黑幕重重 陳時中一句合約 要保密輕輕帶過 白紙黑字的證據 早已狠狠打臉 蔡政府 記者陳正茂 陳經理台北 台北報導 這如果一劑 如果commission一劑是15塊美金的話 那一千萬劑啊 一千萬劑定義說 美金1.5億 相當於 你買一千萬劑的話 相當於commission 就新台幣45億 如果台灣買三千萬劑的話 一千萬劑是新台幣45億嘛 一百三十五億嘛 一百三十五億嘛 創英文啊 蘇晉昌啊 以及民進黨所有的租公立委 這樣奔下去 哎呀是好啊 每年的雙戶都要砍救他們嗎 這樣才有意思 所以說 我們要知道齁 這李孫的勘憐喔 水太生了 水太生了 甚至讓我們鄉親 了解一下這個政敵的黑暗 沒有機密 我跟你講 保密就是在遮囑 我以前在國安部裡面幹了十幾年喔 幹了十年喔 長官就跟我講 不要講保密 你技術上 你就把它全部搞出來 那時候我在發展資訊系統 沒有什麼保密的 我說欸 報告主持 這是機密 沒有機密 沒有機密 反正你把它全部弄出來 全部弄出來 保密就在遮囑啦 所以說啊 創英文的論文 所以保密 機密封存到2049年 我跟你講 只要機密封存的地方呢 你行著機密封存的地方去查去 我跟你講 必有桃花園 所有的東西就是在這裡 所以說啦 這如果一千萬多 欸 這個 公民租 四十五億新台幣 要兩千萬多 公民租 三千萬多 公民租 都說加起來 一百新台幣 一百三十五億了 真的喔 政府的口袋 人民的稅收太好用了 所以說 有鄉親 有鄉親就在說喔 說喔 他絕對不相信 這種錢喔 一個 陳時中 能夠全部吞下來 開玩笑 一百三十五億了 要吃幾世代 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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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tion 幾個世代都吃不完啦 所以說啊 這個錢啊 我跟你說 陳時中 一個人絕對吞不下去 一定是 新台北一百三十五億 三千萬劑欸 美國 德國的DNT疫苗 如果買三千萬劑的話喔 公民租是一百三十五億 這多好本欸 政府的在那裡 多穿 多好 多好 所以說喔 鄉親就在說 這個公民租這麼大 陳時中 一個人絕對吞不下去 當然啦 他怎麼可能吞得下去 他吞得下去 他就是吞下去的話 要不要抓去鉗筆 所以說喔 鄉親啦 這絕對整股 這叫做喔 貪污的結果 這叫做貪污的結果 讓我們了解喔 來 那醫師 那我們今天喔 從這個公民租 新台三千萬劑 就是一百三十五億喔 開始談 我們喔 現在不談 有關 有關貪污的事情喔 貪污的事情 貪污的事情 大家我這樣說 我們大家就了解了 一百三十五億 大家都有的啦 大家都 大家都贏錢 哪有錢 怎麼會有辦法辦事 沒有錢都沒辦法辦事啦 所以說好 我們現在回到喔 功能性 它到底喔 疫苗的功能性 我們開始來討論 來討論 好 這個醫師王明俱喔 他就直言 喔 這個 這次的疫苗 有兩大盲點 分別是 對抗 體 中的綜合力的不足 第二 第二點是我 比較能夠清楚的 黃智的對象 揮英國的變異族啦 啊 王明醫就說的喔 此處疫苗 的確 是為新冠肺炎的研發 但受測的病毒 卻是疫情 初期的新冠肺炎病毒 並不是已經成功變種的 英國變異株啊 他指出喔 目前台灣的疫情 極大的部分呢 是由英國的變異株來傳染 而此次疫苗 卻仍停留在一年前的情況 有效疑惑 仍是個未知數 要聽說喔 我們台灣的國產疫苗 是一年前培養的 齁 它沒有放進了英國的變異株啦 現在這個病毒齁 這個中共病毒 這個病毒齁 它一直在變異 一直在變異呢 欸 所以說齁 跟我說齁 它一直在變異 變異到齁 我說一點點 我明明就做法不行 你把我抓去補英文 我說有沒有改進 沒有嘛 欸 以前的疫苗 因為疫苗在變 在這一年的變異過程喔 它已經產生了很多不同的變異啊 啊你一年前的變異 你在消滅一年前的病毒 你拿來明年 欸 腦袋 欸 啊我手法不行 啊你一直把我抓去補英文 啊你還說我手法不行 手法不行 啊我就沒有補到手法了 啊很簡單耶 欸 啊 所以說齁 你用台灣現在目前是 英國的變異株在作怪呢 啊我們的國產疫苗 沒有能力對英國的變異株喔 產生任何效應耶 因為英國變異株喔 是後面才發展出來的耶 啊所以說齁 鄉親啦 最重要 黑貓白貓 這鄧小平說的喔 黑貓白貓 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啦 這句話 真的中山東人在做事喔 是踩著地球在做事 你只要能夠消滅 消滅病毒的我就用 問題是它沒辦法消滅病毒啦 所以說你如果打到我們國產的疫苗喔 你比較死的 我就說那裡有人喔 那裡有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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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有錢喔 你想到那裡想到那裡想到嗎 我跟你說 你以為你打了 好啦 來我們再聽了喔 第二期解盲 期待的第三期 中研驗的詹家中通批啊 奇巧不道德 中研驗的這個詹家中這個 基因體研究中心的研究技師詹家中 他今天就講了 他不認同不科學的國產新冠疫苗 第二期臨床試驗解盲 他認為第二期的解盲 應該加入英國株的變種病株啦 或是英毒變種的病毒啦 的實驗數據啦 所以說我們鄉親要聽得好 現在 現在的國產疫苗 他不是消滅目前在國內所囂張的英國變異株喔 他是喔一年前的病毒喔 在消滅一年前的病毒喔 一路演變過來到現在進入我們台灣的英國變異株喔 他沒有功能 他沒有他沒見過 所以說喔國產疫苗我看不到保護力啊 打 你打了國產的疫苗打了也是白打 這叫做喔這個錯誤的決策喔比貪污還可怕 你這個國產疫苗他沒有消滅目前最嚴重的英國變異株嘛 啊你把它買進來不好嘛 完全無三角路用嘛 那你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是針對喔疫苗的功能來討論啦喔OK 來 陳培哲喔 這個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陳培哲 大家好啊 大家按照正常的 procedure 來走嘛 他就指出來喔 既然高端這個國產疫苗高端的疫苗呢已經解盲 建議儘速向美國的食品藥物署FDA 和歐洲的藥品管理局EMA 申請緊急使用授權EUA 如此才能夠以國際同步啦 欸好啊 我們要申請緊急使用授權EUA嘛 申請啊申請啊 但是喔要申請一下嘛 這個主張國產疫苗的 陳時中他有講話啦 這個衛福部陳時中呢 他就喔回答立委蔣萬安的執行的時候 就首度坦白 國產疫苗可能沒辦法被國際的認證 恐怕不被國際認證 有不被認證的風險啦 也就是說喔 緊急使用授權的EUA他可能也不會過 他陳時中他自己坦白坦白承認說 好啦什麼叫做緊急使用授權 EUA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 我們來看看什麼叫做緊急使用授權 來緊急使用授權 是一種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在公共健康遭受危險的時候 提供的特殊授權方式 那EUA呢給予FDA前線 在公共危機造成的CBRN 就是Chemical Biological Radiological and Nuclear 也就是說化學生物輻射核能受到威脅時 對社會大眾進行的保護措施 在適當情形時可以使用醫藥對策的相關產品 也就是Medical Counter Measures MCM 就是說當你發生了化學上 生物上 輻射上 核能上的很多狀況的時候 緊急處理 這就是我們所講的EUA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來 現在我們把前面的一些專有名詞或是一些功能性上的有效 我們做了解釋完之後 好 我們現在再來看 在功能上先要保護我們台灣人嘛 先能夠達到治療的效果 叫我們台灣人 現在我們台灣人是三百多年的 再來我們基於民主主義 台灣民主主義 我們要保護本土的疫苗事業 可以啊 我也絕對贊同 本土的什麼國防工業 我們一定要讓它起來 但是先要救台灣 現在這邊國產疫苗 我們顯然它的功能上 沒辦法解決台灣目前的 英國的變疫苗的病毒嘛 啊你把你要幾千萬這 打得不好呢 打得不好呢 所以說我們先要救台灣嘛 然後呢 能夠治療台灣人 是免疫死亡的恐懼 然後呢 再來再來 從保護本土產業的角度 來民主主義 來保護我們台灣的疫苗產業 所以說陳時中 陳時中呢 他向莫德瑞硬要回扣美金 一記十五塊錢 美金 一切都是為了錢的 老百姓死多少人跟他無關啊 後面有一群牛頭馬面等著分章 真的啦 抓著後面的幾個牛頭馬面出來槍斃 出來槍斃以後呢 老百姓才有可能救了 老百姓 所以說我們台灣的司法啦 拜託的啊 你們這檢察官 你們真的是獨子 什麼叫獨子呢 領權不辦事 叫做獨子啊 啊 真正我們台灣的司法 外國企鎖 啊你 鎖英文是賈博士 你如果不知道 啊 現在要害死台灣人 現在害死就你們台灣人 你比較會爽 所以說 現在台灣是民營到齁 這個民營都已經 這個賈博士當道 所有幹出來的事情 全部都是騙啦 全部都是騙啦 所以說 我齁 我電機博士啦 這種 黃毅的工作齁 不是我的專長 但是 我就跟我們鄉親說過 我每天早上起來齁 我所定業的 進來的 昨天發生的新聞 一千多個 我全部一個一個 Headline全部看過 看過我就差不多了解 今天的主題在哪裡 齁 來 OK 欸 拜託的 國產疫苗 啊 現在齁 評審完成後 可以不可以公佈 評審委員的名單嗎 你也公佈一下 評審委員的名單 完成客一下 在 這個 防疫的風險裡面齁 原來是這幾個人 發展出了國產疫苗 而且這幾個人背書 讓人民莫名其妙的去打 然後打完以後呢 一點沒有防疫功能 又增加了死亡力齁 你也公佈一下齁 評審委員的名單齁 現在是這樣 臺灣齁 已經進入了共產黨式的管理了 在疫情的恐懼下齁 人民齁已經失去了抗爭的勇氣 啊這蔡英文就是 它可以繼續落冠了 繼續落冠了 啊 所以說齁 蔡英文齁 這是 這是 唉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沒有他做不到的 所以我給我們鄉親探討 苗栗館長 苗栗縣 縣長他有講啊 他講什麼呢 他說齁 在疫情如此嚴峻之下 沒有了生命 你哪來人權 我們一個好朋友 施加里就說齁 沒有人權的生命齁 真的比活得還慘 沒有人權的生命 真的比活得還慘 這有做不到嘛 死在人騙嘛 死在人狗 現在就是我們目前的台灣人 台灣人 製造了疫情的恐懼 讓你失去了抗爭的勇氣啊 所以說來 蔡英文 你這個賈博士啊 沒撲假撲 高端疫苗 急功近利 全民未受其力 先受其害 已經到今天 已經死385人 誒 夭壽啊 南韓的事業號 準點了 我早就有講啊 南韓的事業號 準點了 不能撲銷 不能給他救 死385人 我講一句 台灣目前齁 防疫的工作 已經死385人 沒人要救 沒人插銷你 賺錢要緊 你就知道說我們台灣面對著齁 插英文齁 你看不見哪 看不見哪 會死喔 如果空空傻傻 還在那邊說什麼 要保護本土 救命要緊啊 這個疫苗到底有沒有用 有沒有用 最重要齁 所以說齁 因為疫情 因為是公武靈丸的獨子嘛 所以說因為疫情死亡的家屬齁 可以提告蔡英文 這個政府 讓蔡英文這個政府 賠到脫褲子 我跟你說 想得好齁 這不可以用國家賠償法齁 這個齁 應該把蔡英文齁 像這個 像票警會一樣 這個 嘲諷她的財產啦 真的啦 高端 高端 國產疫苗 高端的老總 她就說了 三期的臨傳實驗 每人需要一萬美金 三萬人就需要三億的美金啦 不是我們高端公司可以負擔的啦 來啊 來啊 全民大家袖子撿起來 給他打 再打 讓他打 再打開荷包 掏錢給他 欸 打這個不一定還要花錢的嘛 再打開荷包 花錢給他 之後呢 欸 人家開賓室啊 他 開賓室 那我們這個齁 納稅人呢 騎摩托板 騎摩托板 所以說齁 這個小規齁齁 我們需要把事實呈現出來 給我們鄉親大家分享 啊不然齁 我們這特車 我電機博士啊 欸 我感覺齁 這個疫防疫 防疫齁 很重要 欸 我一個人 輕輕地 簡單地看著 眼睛撩過齁 我就知道 哇 美國出在裡面 夭壽啊 原來是國家機器 這一票人在分賬啊 把你台灣人的性命齁 置之為草芥 不跟你台灣人的性命 所以說現在30 80年的家庭 因為林島的Family member 騎摩托 因為防疫 防疫的不過切死 林島齁 死了 我跟你講 這是很悲哀的事情 但是他們這裡沒火 沒力氣 夭壽喔 都已經21世紀了 所有的資訊都透通了 今天鄉親大家這樣卡電話 放一個資訊給我 我三個在Google上面就開始搜尋了 21世紀 資訊都已經非常透通到不可思議的程度了 你問我一個問題 所以我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我都跟寫人講 我只要問他們一個問題 每個人手機拿起來就開始Google 一Google馬上就會給我答案 現在是這樣 所以說蔡英文他的腦袋裡面 他想騙 保密就在這瞅 把我的博士論文的升等的資料 全部機密封存到2049年 蔡英文用20世紀的腦袋 想要到21世紀再騙 騙騙騙騙 再騙再騙 我們台灣人追 再追 追追追追 這樣騙騙 我跟你說 蔡英文是20世紀的腦袋 而且它的程度很差 它不曉得我們21世紀 像這種電機博士 你隨便欺負一個問題給我 我就想三分鐘給你勾著他 答案跟你說 而且我那一句就說啊 用Google 在Google上面 你只要查賈博士蔡英文 找到185萬筆討論蔡英文 賈博士的資料 一百八十五萬筆的 沒一筆討論蔡英文的法律是真的 你就知道蔡英文這筆 它是用20世紀的腦袋 想要到21世紀 坐在總統府裡面 對30分的 對我們90分的花號司令 你們不會看他在吊頭 我跟你說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是怎樣 來 現在 還有鄉親 喔 這個人就來講了 來來來 它從心理學的 我看我這都是迫事件的 來這裡老爺 所以說我反映我們鄉親 來我的YouTube下面給我留言 這迫事件 我看他在寫這個東西 迫事件的 轉驗 轉驗 來來來 它這樣寫 蔡英文的行為和思考 在心理學是這樣解讀的 一個反社會人格者 無論是基因異常 或是外在環境的因素 皆是反社會型的人格障礙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往往對別人的權益不尊重 並有侵犯的行為 缺乏良心自解 慣於欺騙且有策略性的 缺乏同情心來 對於別人的困惑和情緒 以及社交信息無法恰當的反應 所以說 欸 我們下面還有一個心理學的 迫事件的 交信息的 都已經寫出 劃引文在心理學上 它的病態的特徵 以及它的症狀 所以說 來 來這裡做一個結論啦 做一個結論 來來來來 世界都在擋病毒 台灣呢 卻在阻擋疫苗啊 食藥署失職 究責查辦 疾病管制署也是 衛福部更不用說了 公務人員代呼職所 量成巨型的災害 應付行責 今晚整個國家機器都壞了 台灣 欸 整個國家機器都壞了 台灣的司法人員 你們在幹什麼 啊 黃偉檢察官 呼叫黃偉檢察官喔 呼叫黃冠映檢察官喔 趕快喔 栽煎花糊喔 欸 你們拿著榔榔 榔十字稿 幹彭政彭博士 幹得很用力 很高興 啊這個明顯的 欸 整個國家 整個民 整個國家民主已經快要 欸 現在找不到方法 哇 這個國家機器 麥菇裡面只剩下黑膏 黑膏呢 黑膏呢 夭壽啊 啊他們對這個防疫 外行您老內行 台灣人你怎麼要靠好不可以啦 夭壽 過來來來來來 我希望鄉親如果有聯合 專業的意見齁 來 這裡提供資料 我們大家好好地討論 如果三不五還是 不是啦 要讓我去找到六條 我是這樣啦 邱吉爾那天打電話 英國首相邱吉爾那天又打電話跟我講 他講什麼呢 講說齁 曾博士 在你前進的 你這個偉大的理想 在你前進的路上齁 路上會碰到很多的野貓野狗 對你狂諱 狂叫 你把你插小的 你就勇往直前 往你的方向走去 那些死貓野貓野狗在那邊狂叫狂吼 你都不要理他 不然你永遠達不到你的目標啦 這是英國首相邱吉爾 打電話來給他告一下齁 OK 來 一生多在於說謊的女人蔡英文 我們從每一劑採過BNT疫苗 要拿15塊錢美金 談這個15塊錢 一劑15塊錢美金 1000萬劑等於說齁 45億的心臺 整個15億的15億的 欸 45億 1000萬劑等於45億心臺幣 如果3000萬劑 相當於齁 一百三十五億的公民秀 這本啊 我跟你說 蔡英文 一百十 欸 45乘以3的 一百三十五億的新臺幣 夭壽啊 好臺灣人大賤頭的 臺灣人都會堪爛的 欸 快點喔 我們打共匯就打共匯 不要跟我講打共匯 欸 你們引刀內部在揮秀處 跟習近平引刀內部來揮秀處 現在習近平齁 也是齁 別在揮秀 他沒有能力跟我們齁侵略 所以說齁 中共島 現在 孫富翔就說了 孫富翔就說了 現在民主進步動是 靠中國共產黨在揮秀 什麼事情就迫使到中國共產黨 啊 其實咧 他們在內部做過來 我就講嘛 欸 以前阿扁做八重欸 做八重你看看 阿扁做八重喔 欸 高速鐵路 高雄捷運 我們說台北市啦 馬特拉變成齁 文湖縣 欸 東還有那個什麼 雪山隧道 創造了宜蘭現在每個禮拜六 禮拜天 大塞車的環弄景象 那還有咧 沿山子昏昏道 讓汐止整個環價從齁 十萬塊變成九十萬塊一平啦 啊 所以說齁 阿扁那八重 他所做的建設 你跟一個東西像快速道路啦齁 北二高中二高 所有的規劃以及建設啦 欸 夭壽啊 一八重來 割英文 他們這段拆 他們這段拆動 國家機器這些齁 立共啦 我就講啦 這是立共 標準的立共 他們幹了什麼事 只費勞錢 只費勞錢 我說的對不對 我們大家鄉親參加 真的我們大家的台灣人 在中世紀 我學生時 我大軍校內 1970年到1980年 四人我在中正理工行業 我台南里長比起來嘛 我台南市鞭平國中嘛 第二次 國中第二次嘛 啊 後來呢 你在台南里長嘛 啊 後來在中正理工行業 我一後看來以後齁 欸 那時東外精神不勝 後來呢 米蠟燭十字齁 越少年人家在搶 搶到未來變這個金馬 現在這個民主進步動 啊 整個外区搶到未來 搶一隻這樣啦 夭壽喔 呼叫喔 黨外時代的好朋友啊 大家齁 如果拿官員要怎麼抵出來 搶得了真正啊 夭壽喔 台灣人的所有的精神喔 這個民主進步動 變成這樣啦 夭壽喔 看看啦 好啦 今天和我們鄉親交換地是到這裡 台灣的所有民主啊 不把衝燭這個齁 一顆老鼠 帶進了一堆老鼠 壞了整個粟啦 那不把我抓下來我告訴妳齁 衝燭 thee妳就比較罰罰一点 瞟錦慧就是妳的下場 妳最好現在鼻子摸得快跑 然後齁 台灣政治會發展成什麼樣 你不要管 不然的話 你真的孝敗沒落屁的久 OK 今天講到這裡 跟我們鄉親交換地勢 三郊買你也錢 謝謝 你倚來倚